張宇都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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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好 剛剛下課呢 非常多的童星 踊躍地詢問了我一個問題 9月5號考進手的問題 我突然發現非常的好 我们这班的童心非常的热烈 所以我现在讲很简单的规则 要听清楚哦 俊手的考试服装仪容要标准 女生要像我这样 女生可以穿裙子 也可以穿裤子 如果女生要穿裙子 一定要穿丝袜 可以选择黑丝袜 或是肤色的丝袜 内搭白色就好 白色就好 要有灰章哦 跟中央办公室买就可以了 还要有帽子 男生的话呢 标准服装 来 请起立 来 后面这里有一个 扣子扣起来 有没有看到 要有帽子 帽子也要有灰章 然后西装 然后领带 然后裤子 一样鞋子都是黑色的 谢谢 有标准啦 好 给他拍摸一下 好 好 所以呢 这样 男生女生的服装 都要标准 才能够考俊手哦 啊这个 放心啦 早买晚买都要买啦 因为呢 接下来你们初级班 高级班 上班之后 是不是会过五官 那国五官呢 一定 你就成为正式 台湾民政府的官员之一 也就是我们的同心了 做一个官员 今天不用这个 要有办吗 要嘛 我们是不是都是政治素人 政治素人 没有 不太接触 真的很深入 政治这样 政治素人 可是呢 我们一定要有 最基本台湾民政府官员的形象 所以这个服装 整齐呢 代表我们给人的第一印象 一定要非常的整齐干净 好不好 所以这个部分呢 你们可以 嗯 我知道佳乐服都有卖啦 佳乐服男女的西装都有卖 那那个 像G2000啊 还是说你真的要再到百货公司买 也是都可以 那像他这种西装 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因为之前呢 专训的时候 我有替我们的 我们的同心上过国际礼仪 所以这个国际礼仪的部分 我跟大家顺便 既然讲到了 我就讲 我希望大家买和身 和身的西装 不要紧身 尖线 给大家看 好 不要 你不要因为 我一套西装要穿春夏秋冬 我就买比较大 你不要这样 因为你穿起来会没有精神 会浪浪 你的肩线就没有合乎 就刚好在你的肩膀 这样有没有 然后和身看起来就会有精神 和身看起来就会有精神 但是不要买到太紧 黑马不舒服 和身刚刚好就好了 不要买太大件 然后你们如果说真的刚开始只买一套 建议你可以买秋天的材质 它在夏天的时候还不会太热 冬天也不会太冷 那这方面有没有问题 没有 那 这个徽章 两个 帽子一个 西装一个 对 两个 这我们台湾民政府所有的同行都是一样的 是标准配套 那那个帽子呢 以后大大小小的活动都会用得到 都用到 我们的9月12跟13 有没有大家 有没有很多人知道 知道 9月12、13 是台湾民政府 很重要的大型游行的活动 大型游行的活动 这个是呢 美国这边 他们会派 两位律师 还有台湾民政府的发言人会过来 台湾这边审查 台湾民政府你准备好了吗 看你的人手 看你的队伍的整齐 看我们童心的气势 所以呢 这个9月12、13 美国他们这边会来勘察 北中南都会看 所以呢 希望各位童心都去参加 啊怎么报名 跟州报名就可以了 跟州报名 自己的州啦 自己的州 报名就可以了 一定要去参加哦 好不好 这是为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一场很盛大的游行 一定要去参加 好 谢谢 这样我继续了 我们刚刚是不是讲到1945年 我写一个派给你了吗 我不行去耶 不是 我 那我就这样吧 他应该等一下会帮我修好 1945年 有没有 我们刚刚是不是讲到1945年的4月1号 日本天皇正式将台湾跟澎湖并入为国土的一部分 然后我们刚看到1941年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 有没有觉得这个时间有没有觉得这个时间有点奇怪 重叠了对不对 1945年的时候并入国土一部分 那41年就在打仗了 那代表什么 请问打仗的时候所有你们会怎样 会做什么事情 逃命 逃命是不是就来不及了 所以 1941年的时候就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也就是代表这个时期的人民啊 你还会去关心 颁布造数不颁布造数吗 台湾现在属于谁的 你要去关心吗 只关心我会不会被枪打到 我会不会被炸弹炸死 是不是 因为那时候已经发生战争 这就是台湾人历史很薄弱的地方 然后呢 1945年的9月2号 日本无条件投降 这代表什么 1945年的4月1号颁布造数 1945年的9月2号打败了 请问这样才经过几个月而已 五个月而已 有没有很短 可是呢 颁布造数 当台湾跟澎湖成为日本天皇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之一的时候 不管你经过几个月或几年 你就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就请问你结婚啊 你今天结婚 你结婚 他不是我们公子 我没成人 怎么可以 不行 要不要前离婚协议书才可以 要不要 那我们有没有任何一个条款 有将台湾跟澎湖给各让出去 没有 包括当时呢 1945年9月2号日本战败吾条线投降 当时同盟国盟军最高统帅 麦克阿瑟将军颁布一般命令第一号 什么意思 他将日本五马分尸 有没有这么恨他 当时日本呢 偷袭美国的珍珠港 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 美国是日本的主要战胜国 因此美国有权力分配日本的领土 可是呢 他也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所以他也很累啊 那很累情形下怎么办 他没有办法占领日本全部的领土 因此 再加上 他怕日本的帝国主义再次崛起 因此他将日本的领土五马分尸 北方四岛由俄罗斯战管 韩国独岛日本本岛美国亲自占领 琉球联合国托管 台湾跟澎湖交给蒋介石集团代理占领 在这个时候 日本的领土五马分尸被分配 因此呢 我们交给蒋介石集团代理占领的时候 为什么要交给他 其实美国的想法很简单 他就想说 可能啊 华人或许会善待华人 他也没想说多啊 想说哦 语言能通 可是他没有想到 台湾发生了什么样的悲剧 1945年的10月25 交战国占领日 蒋介石集团来台 在蒋介石集团来到台湾的前两个月 台湾是没有政府的状态 请问 一个国家 没有政府的时候 他会发生什么 动乱 要不要趁这个时候抢劫 Saven全联 青巴克 要抢劫 对不对 要动乱 对不对 可是大家刚刚有没有看到 很多的学生跪着在干嘛 培养什么 武士道精神 有没有 所以大家相信吗 台湾啊 当时的素养 已经到达 两个月没有政府的状态 台湾没有发生任何的动乱 而且台湾自己组成了自卫队 自我管理 期待着回归所谓的祖国的怀抱 就是哦 有什么 他们会这样想 如果今天我给你们问啦 我们现在打仗 打完了 你有选择 两个选择 两个选择 一个是做战胜国 一个是做战败国 请问 要做战胜国的举手 不要假哦 要做战败国的举手 没有人要做战败国啊 对不对 所有的人都要做战胜国啊 所以台湾人就是这样啊 不说啊 他想说哦 我要做战胜国 所以可以回归中华民国 回归中国是最好的 因为他们是战胜国 他就这样想啊 我不要做日本战败国啊 可是这个可以 这样子很简单的自由选择吗 不行哦 你依照万国公法 跟国际战争法 他都必须要有一定的程序哦 所以当时呢 台湾的人民的素养 已经培养到一个阶段 完全两个月 没有政府的状态下 没有任何的暴动 可是蒋介石集团 来到台湾的时候 他没有想到 哇哦 台湾人 人口稀少 台湾当时只有六百万人民 地广 人稀 人人吃的饱穿的暖 过了生活 又好 又好呀 结果他们是怎么来的 你知道吗 穿着草仔黑 破迷遥 来到这里 文化水准落差有多大 去那个 杂货店 去买黑 水龙头 有没有 水龙头台语怎么讲啊 水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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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买去家里 就把墙壁搂一个空 他就把水龙头插进去 他就准 想说他会有水走出来 他说诶 怎么没水 他就抱出来 还跑去骂那个杂货店的老板娘 诶 你那买我的东西是失去的 有行吗 他连自来水是怎么来的都不知道 我们台湾当时多进步 多么的厉害 然后呢 被这样的人统治 你们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 只有历史的悲剧而已 因此 1946年的1月12 想要台湾啊 台湾很好啊 集体将台湾的人民 以一道行政命令 强迫规划为中华民国的国籍 也就是各位手上现在拿的那张 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他没有问过你的意愿 直接强迫 叫你们变成他的难民 有没有恶劣 因为他想要台湾 占领不得遗传主权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然后呢 台湾有没有人知道 有 在50年的日治时期的期间 我们培养了多少的 老师 医生 律师 博士 硕士 政治精英 50年的期间 两万到三万的政治精英 知道中华民国这么做事 违法的 抗争 你们不能这样欺压台湾人 出来抗争 这些人逐一组成坚强的政府 内阁 议会 所以 因为抗争 1947年的2月28 残忍的屠杀 228事件 我一开始有讲过 我是一个政治能感的人 我原本啊 228对我来讲 他只是历史课本上的一个事件 我没有太大的 感觉 可是来到台湾民政府 我才了解 原来身为本土台湾人 你一定要知道说 228 多么的残忍 刚刚有没有看到一张话 沉沉泼 他就在车站 双手被绑起来 铁丝从手掌中间穿过去 跪在地上 就地枪决 没有原因 也没有理由 这叫屠杀 他把台湾 50年来 日治时期培养的政治精英 2万到3万的精英 全部屠杀 在实施了历史上 世界历史上最长的 长达38年又56天的 白色恐怖戒严时期 足以将在场所有的人 全部洗脑成功 你如果晚上还敢讲 你暗时就不去 这叫戒严 残忍吗 我在上一期 有一个学员 我讲完之后 下课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说 我爸爸 不是他爸 他就是他们的亲戚 是沉沉泼的亲戚 我说真的 他说对 所以他很清楚 沉沉泼的事情 他说 不但就地 枪绝之后 曝尸 就在车站曝尸 为什么 把尸体抬回去 要不要担架 没有任何一个人 敢把担架借给他 他的小孩子 儿子女儿 看他爸爸被枪杀之后 然后要把他爸爸的尸体 抬回去 没法就更 心不心酸 听了是很艰苦的 结果他儿子最后 去贴那 门帮你知道 把他爸爸 放在门帮 门顶 再抬回去 再抬回去 所以 不是说 要造成 民族的对立 而是 本土台湾人 你要很清楚 台湾的历史 是怎么来的 这样你觉得 中华民国 是我们的祖国吗 他有权力来统治 是本土台湾人吗 残忍的屠杀 历史事件 然后 1949年6月15号 4万块换一块 公然抢夺人民的财产 大地主变小地主 三七五捡猪 我弟弟啊 他是台大生 读台大的 高知识分子 刚开始的时候 我在跟他讲 这个4万块换一块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当时台湾物价通膨啊 物价通膨 你一定要 政府得做这样子 平抑物价的政策啊 4万块换一块 他也没做不到啊 他当时他这样跟我说 我也感觉 嗯 有杜力啊 可是我后来 真的考了俊首之后 我才清楚 我现在可以跟我弟讲 在这个时期 中华民国 国民党 跟中华人民 共和国 共产党 当时在中国 国共内战 自家兄弟 在中国在打仗 美国呢 派蒋介石集团 代理占领台湾 可是他自己还在打仗 他将台湾所有的物资 全部都搜刮一空 运去中国资助他的国共内战 请问台湾 不会物价通膨吗 会不会 死座勇者是谁 蒋介石集团 也就是中华民国 然后再用四万块块一块 将你们所有人民的财产 都变成他的 公然抢夺人民的财产 恶性的物价通膨 政治方面 行政长官陈宜 不仅行政立法 司法 删权及一生 还艰染军事大权 这样的官僚作风 贪污各方面 这跟日治时期的清廉作风 形成强烈的对比 很多人就说 我是生活过得很好啊 傻了 你不知道 本土台湾人 还可以过更好的生活 因为台湾的国际地位 还没有正常化 知道台湾国际地位 只要正常化了 台湾人会多有钱吗 所以台湾的人民 就是这么的傻 所以台湾民政府 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一定要让本土台湾人 爱台湾这块土地的人 都要很清楚 你怎样才能够 真正的救到台湾 所以228事件就是这样 终于 连美国都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1949年10月1号 中华民国 于国购内战战败 成为流亡政府 我终于知道 什么叫流亡政府了 当一个政府 他被赶出他的首都 中华民国被赶出 他的首都南京的时候 他失去他的领土的时候 这一刻他就成为了 流亡政府 他除非再回到 他固有的领土 收复他的领土 因此本土台湾人 以前有没有听过 反攻 大陆 有没有听过 反攻大陆 请问跟本土台湾人 有什么关系 那是他自己的大陆啊 为什么要叫我们的人去替他打仗 我们为什么要反攻大陆 我们台湾就很好啦 不是 是你们来到台湾 公然抢夺台湾人民的财产 变成你们的财产 在有计划性的将本土台湾人 排除在公家机关之外 到底我们该弃谁 美国没有想到 中华民国真没效 他战败了 战败之后怎么办 我们要说 美国你是我们的主要战胜国啊 你要负责任啊 你应该要将台湾的人民 拯救于水深火热之中啊 我们很痛苦耶 还被强迫规划为他们的国籍 然后还被屠杀还被戒严 你还不救我们 美国有想说 要怎么拯救台湾 他有想过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变成流亡政府了 他要把他赶出台湾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收留他 再加上发生了 韩战 1950年6月25韩战爆发 流亡政府中华民国就这样 他的运气苟延残喘 为什么 美国的立场就是反共嘛 是不是 当时的台湾 是一个很重要的军事基地 因此他不能够让给中国大陆 那当时谁的立场跟他一样 中华民国的立场跟他一样 再加上中华民国 虽然成为了流亡政府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愿意让他流亡 因此 这样的政治关系 美国因为反共 牺牲了谁 牺牲了我们台湾 所以告他是不是刚刚好而已 是 告他刚刚好而已 但是他也知道 因为我们绝对不能交给中华民国 也不能交给中国 所以1952年的4月28 旧金山和平条约签订的时候 这个就有签了 就我朋友问我啦 合约的第二条 声明日本承认朝鲜独立放弃台湾澎湖的主权权力 为什么你们现在还说日本天皇的领土主权并未放弃 他就是有关法理 我简单的来比喻一下 比如说 这个教室 我现在上课的这个教室 我在使用 结果啊 当初好几年前 这个地主他就跟我签 他就说 这个土地交给我使用 可是呢 他不太管事 他不想管事 看我怎么用都没关系 他放弃这个管这个土地上的事 那结果我就拿来帮大家上课 上了几年之后 这块土地就变我的了 对不对 不行哦 为什么不行 我没有所有权状 我没有土地权状对不对 一样的意思 当时日本天皇放弃台湾的管辖权 但是他没有放弃领土主权 因此台湾跟澎湖的领土主权还在日本天皇的手上 那你了解吗 他对台湾拥有主权义务 这个是稍微比较深的一个法理尝试 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读新台湾论你就会更清楚 但是这样大概了解 他放弃的是管辖权 所以他还拥有领土主权 因此我刚有讲 在下官条约之后 没有任何一个条约有将台湾跟澎湖给割让出去 包括旧金山和平条约也是一样的 可是会有人问啊 不是有三个公报吗 开罗宣言波斯坦公告日本详书 这些不是都说台湾跟澎湖要还给中国吗 怎么没有 这个叫做什么 单方面的认知希望不是正式条约 应该遵守国际法问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就金山和平条约 什么意思 土地权状在舌的手上 日本天皇的手上 在打仗的时候 这几个小孩子都说 这个球要还给他 要还给这个小女生 然后这个弟弟啊说 你不要吵了啦 发票在我的口袋里面 所以球是谁的啊 球是拥有发票的那个小朋友的对不对 土地权状在谁的手上 日本天皇的手上 战争的时候啊 大家都说 台湾跟澎湖应该要归还给中国 可是请问日本天皇有签约吗 没有 有答应吗 没有 爱了解吗 无尊散 单方面的宣言跟认知都不算数 一切以双方签的条约为主 合不合理 合理 依法行事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跳蚤的故事 我本来啊 觉得我们本土台湾人 我来到台湾民政府之后 我就觉得 本土台湾人很像跳蚤 为什么像跳蚤 大家知道 不要小看跳蚤 跳蚤就厉害 也可以跳多高 你知道吗 比自己的身高高一百倍 他是世界上跳的最高的动物 这样有厉害吗 有厉害吗 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拿一个盖子把这个跳蚤盖起来 然后你就拍桌子 他就跳哦 跳就弄到边了 因为你有盖子盖着他嘛 他是不是跳很高 你拍他就跳 然后就撞到了盖子之后 他就很痛 你在拍他在跳又撞到 在拍请问跳蚤 很厉害吗 他会不会降低他的高度 会哦 我跳比较低 这样我就没弄到 这样有厉害吗 我很厉害哦 后来呢 我们就把盖子拿掉 又换矮一点的盖子 你在拍他又撞到对不对 但是几次之后 他又降低高度 你就一直换换换换换 看到很接近桌面的那种盖子 你在拍 他会怎么 他不跳哦 他用爬的 他就用白哦 用白 好这个时候你把盖子拿开 拿开了哦 你拍桌子 请问他跳还是不跳 不跳 不跳了 没有盖子了哦 习惯了 这表示 跳蚤以后就变成爬蚤 他就再也不是跳蚤了 有没有很像我们台湾人 我们生活在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教育下 原本本土台湾人可以过非常好的生活 知道南海石油为什么不能采吗 美国不敢采 日本不能采 中国不敢采 谁可以采 因为台湾国际地位会正常化 如果有一天啊 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之后 每个人头上戴着那个阿拉伯的那个帽子 我们也变产油国 好像不错哦 走在路上也可以飘啊飘啊 是不是不错 以后啊 再也不用每年后 跟美国啊 买那个几兆几兆的军购 他必须来负责我们的国防 请问本土台湾人会没有钱吗 本土台湾人会很好 可是大家都不知道 大家没有办法想象说 我们现在的生活 以后的生活 可以比现在生活还要好几百倍 不要自我设限 人要勇于梦想 好不好 所以呢 我们的秘书长林志生 有看过他哦 因此呢 他勇于梦想的找出什么 2006年10月24 是我们的秘书长林志生 带领228名228事件的受难家属 去控告美国政府 控告他 他呢 读了 叠起来跟人一样高的原文书 从里面找到台湾真正的国际地位 很坚持的为台湾走出一条路 因此 2008年3月18 美国华府联邦地方法院判定 本土台湾人无国及 People of Taiwan 意思是什么 本土台湾人无国及很重要哦 如果今天我 嫁给一个飞翁 请问我生下来的小孩是谁 飞翁 是吗 是台湾人还是飞翁 一半 如果 我今天呢 嫁给一个飞翁 我生出来的小孩就是 小飞翁 哦 为什么 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哦 可不可怕 可不可怕 很可怕哦 不要以为跟你没关系哦 这是很恐怖的事情哦 然后再来 2009年4月7号 美国联邦高院判定 台湾人无国际承认的政府 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炼狱 台湾人无国际承认的政府 这应该大部分的人都知道对不对 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在国际上有一个 真正的国际地位嘛 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炼狱 刚有讲 经过蒋介石集团来到台湾 发给各位 台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后面呢 右上角 背后还有一个透明的条码 来辨别 你是 本土台湾人 还是你是他的人 以此来决定看要不要让你接触政治 这样有没有生活在政治炼狱 大家知道马英九跟秘书长是同学吗 马英九跟秘书长是同学 马英九呢读书非常之差 还可以去读到哈佛 有没有作弊 有 加分 然后呢 用谁的钱 本土台湾人的钱 奖学金 这一些 当初这一些 我们刚刚是有讲 跟我们台湾人的文化落差有多大 台湾人读书会读书他们吗 这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的文化素养 绝对比他们还要高非常多 可是到最后 为什么会演变成今天的这种政治状况 就是政治炼狱 他用这张身份证来判定你是他的人 还是本土台湾人 还是本土台湾人 就这样 踏刺 永远都是那几个人读得好 为什么 加分嘛 你偷偷问他 那个怎么考 然后怎么上的 几分上的 他没跟你说 走后门 恐怖哦 这是政治炼狱 2009年7月8号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受理本案 这是本土台湾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首次向太平洋 也就是美日太平洋战争的征服者美国 提出依照国际法 战争法旧经商和平条约及美国宪法提出告诉 告赢了没 告赢了哦 所以因此呢 2009年8月6号 美国政府代表国务院宣布 放弃抗变权 我说贏啊 告赢了 你美国赶快把政权还给本土台湾人啊 是不是 还拖 结果呢 搁置本案代审 2009年10月5号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宣布 搁置本案代审 我们都告赢了 为什么还搁置本案 美国问你哦 好啊 我把中华民国流亡政府赶走 请问你们本土台湾人有政府吗 你敢有政府 你敢有公务员 你有没有人接掌政权 没有 那要怎么 美国说 我很公平对待 当时蒋介石集团呢 来到台湾的时候 台湾是600万人民 他带1000名的公务人员 1比6 台湾现在是2400万人民 因此1比6 等比下去4比24 没跟你批啦 因此4000名的公务人员 也就是各位坐在这里上课的原因 那你了解吗 所以达到了没有 达到了 所以各位啊 赶快过五官 恭喜你们 秘书长 他有说 现在离拜的 都第一次人 有守候群 有保庇 有拜拜 有什么 知道台湾民政府成立这几年 我们是革命的团体 有多少的这些中央志工 几年 可是呢 各位同心 你们即将几个月 就可以见证 历史转变的一刻 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幸运 要好好的珍惜 这是啊 这一辈子 你也很难得 可以看到 历史转变的这一刻 就在今年 因此呢 表示全部承认 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 规定行事 所以 没有办这一张身份证的同心 一定要赶快去申办 这是唯一能证明你身份的身份证 然后这张身份证 在今年的1月1号 已经全球194个国家都通用了 可以去试试看 你也可以去美国白宫啊 拿这张身份证都是可以用的 然后拿起来看 还有12道防尾线 下面有写USMG 它是由美国军事政府所授权核发的 没有办的赶快办 有没有看到 我们现在 我刚是有讲 我们很多的证据 包括现在的媒体 他都有在帮我们上新闻 上广告 这就是转变的一刻 千人见走 走出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这是我们台中主 办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访问一位七年级的杨小姐 这是我本人 这有一个重点 重点是什么 当我接受记者的访问的时候 他就说 台湾的媒体有没有被封锁 有没有被封锁 你们觉得台湾是一个很自由很开放的社会对不对 有没有被封锁 有 原因是什么 他说 其实他们来采访的时候 上面啊 几乎在棚内他们就已经把稿子 你这则新闻要怎么报 都写好了 他出去只是拍镜头而已 所以你讲的话重不重要 不重要 他只是要拍个镜头 回去哦 他们上面指示 这则新闻要怎么报 炸的 公贺啊 所以台湾民政府 一直以来如何的恶意抹黑 恶意攻击 媒体哦 很清楚 可是现在为什么看得到正面 这表示媒体也很聪明 嗅觉很灵敏 表示台湾民政府即将执政哦 他才会报导正面的消息 那你刚了解 以后要学会看新闻 看报章杂志 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 以假乱真欺骗台湾人70年 封锁控制台湾媒体 我刚有讲 我们都觉得台湾人很自由 有没有看过北韩 有没有觉得北韩的人民很可怜 你不会觉得很夸张吗 现在这个社会 还会有北韩这样子的 国家存在者里面的人民 这么的可怜 有没有 可是人家看台湾呢 有没有觉得我们 怎么这么说 为什么 刚刚有没有看到228历史事件 228历史事件在台湾啊 你查不到完整的历史记录片 可是你去国外的网站 看得到 请问有没有被封锁 台湾人各位 你们出国的时候 你会去图书馆 然后去查台湾的228历史记录片吗 刚才 那是我们的问题还是他们的问题 其实很多的事实是台湾人自己看不清楚 我们没有去查 因此台湾有没有被封锁 有 捏造台湾的历史真相 流亡政府中华民国教室选举 你拿着他的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去投他的议员市长 去投他的总统 就代表你要做他的人 你们要做中华民国的人吗 干杯 不要哦 做台湾人好不好 很好 中华民国联亡体制内的政党有哪一些 中国国民党 还有什么 民进党 然后台联 清明党 厉厉扣扣的党 随便党都是他的对不对 民进党登记什么 大家知道吗 中华民国民主进步党 前面是什么 中华民国 所以有没有办法真的拯救台湾 他全部都是在中华民国的体制内 中华民国流亡台湾60年 战后台湾国际的处境 建国100年流亡60年 蔡英文流亡政府说 所以我刚刚是不是有跟各位讲 我是政治能感 你看到这个地步 新闻都有报 我竟然不知道什么叫流亡政府 哎呦厉厉哦 新闻有报哦 连蔡英文都知道哦 新闻报 蔡英文流亡政府说 律伪而且还是普遍的共识 所以等于什么 他们都知道 都知道新闻也有报啊 就我们台湾的人民不关心而已啊 我们不关心 所以我们就说 不灾 所以其实是我们的错是不是 是 中华民国不是国家 中华民国到现在还在骗 新闻都有讲 他已经不是一个国家了哦 中华民国流亡在台北哦 这个呢 违法开后门6.3万中国人吃健保 这也是很可怕的哦 可是当你看到这一些新闻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说 哎好像跟我切身的关系 没有很很有关系 可是哦 我自己切身就有个经验 我姐姐 我姐姐哦 她的公司是在卖这个投影布幕 这个机器的 有一天哦 她就跟我说 哎妹 我们公司啊 有没有抖啊 我说为什么 要让中华民国不抖啊 我说 你不能这样说啊 要有证据啊 她说 我有证据 我说什么证据 他们啊 公司哦 卖这个投影布幕 他们都会跟公家机关配合 像学校啊 一些政府机关啊 政府呢 每年都有补助他们一些款项 来购买这些器材 原本呢 一万多 后来砍 七千多 再砍 变四千多 成本都不够了 没办法卖了 那怎么办 那如果这个学校 她的这个坏掉了 她还是得买 请问 她可以跟谁买 淘宝王 她是不是可以跟中国买 如果学校 公家机关 这些政府的补助款 请问是谁补助的钱 谁的钱 是不是 各位人民的纳税款 然后结果 没有救助到 本土台湾人 也就是台湾的公司 结果跟谁买 跟中国买 有感觉吗 就这样就发生在 亲身周边的事情 很简单 政府的大大小小的政策 跟人民的生活 都有切身的关系 不是 台湾人民穷 是我们的钱 一直在往外送 那您该了解吗 中小企业为什么会倒 跟政府的政策 有没有关系 很有关系 有没有看过海绵道路 没有 有没有看到这个气球 它是不是吹起来 它如果是插在 这个道路的孔上 那表示道路会呼吸 它才会吹得起来 是不是 那道路为什么会呼气 有什么 来看到它的构造 它有没有一个孔 一个孔 然后下面是不是 一层一层 有点像卖饭食过滤水 这样子 如果你的脏空气 流进去之后 它透过这些过滤层 呼出来的是 干净的空气 脏水与水流进去 经过这个过滤层之后 流到底下的水 是干净的水 而且它还有储水槽 这样的生态工法 铺的海绵道路 储水量可达70吨 台湾有没有年年在缺水 台湾是一年三收 物产丰饶的国家 为什么年年在缺水 有没有想过这问题 知道我们的水库的淤积 一百年都挖不完 谁的问题 是真的是天灾气候的问题吗 建设的问题 政府的问题 所以当这样的生态工法 除了可以解决空气污染之外 还可以拯救缺水的问题 有没有 而且它是谁发明的 台湾人发明的 本土台湾人发明的 有厉害吗 这样的海绵道路 除了通行 储水降温房载 降低公务生态保育 成本比传统的 博有道路还便宜 全球三十几个国家 都在征求它的专利 甚至这样优点的工法 台湾为什么不普遍 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不普遍 贪污 官商勾结 怎样官商勾结 采购法 不是说采购法不好 但是 这个采购法 对这海绵道路是怎样 今天我要选市场 我就跟你这个财团说 你支持我 选市长 金钱 人力 都来支持我 这天 我动算市场 我就把 我这个 所有的道路的工程 都包给你 你如果是没钱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就去马路 我一起来 在那堵堵堵堵堵 这样就有钱了 有没有 马路常常在那堵堵堵堵堵 有没有 这样会不会支持我 会啦 我就动算了 这样有官商勾结吗 如果今天这个海绵道路 它要通过 必须怎样 原本啊 中华民国 它现在的这个采购法 它是规定 我们现在的 这传统的薄油道路 刚开始在铺的时候 它有一笔款项在那里 然后呢 每一年呢 它有这个维修的费用 可是呢 海绵道路铺的时候呢 刚开始的费用会比较高一点 可是你铺完之后 以后几乎不用维修 哪一个比较好 海绵道路比较好 可是这样子 他们就没有办法去 那一队队队队这样要怎么 没钱赚要怎么 没钱赚 会不会让它通过 以后台湾民政府执政的时候 如果各位你们做了议员 现在有提案 要使用海绵道路 请问 你们要不要让它通过 要不要表决通过 如果我今天我是财团 我来给您欲赴 叫您不要 举投票 然后你们要举反对票 我给您欲赴 然后威胁加利诱 要不要屈服 不屈服 台灣民政府執政以後 貪污唯一 死刑 那你了解嗎 所以台灣民政府執政 我們要做一個跟現在 不一樣的政府 我們要清廉 好不好 真正做為台灣 有價值的事情 所以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呢 即將要離開台灣 各位看得到他的真相嗎 這個梅花有沒有看過 代表台灣參加大大小小的奧運 請問上面有沒有寫台灣兩個字 Chinese Taipei 可是為什麼 我們都不認為有問題 明明就沒有寫台灣啊 裁軍行政院廢止案 平坦島建設國共和解 什麼意思 今天啊 一個正常的國家 你隨便上網打 為什麼要裁軍 中華民國是不是流亡政府 美國跟他講 不好意思喔 你給人化痕啊 所以你要離開台灣 可是因為你是流亡政府 萬國公法跟國際戰爭法裡面規定 流亡政府不可以擁有自衛隊超過12萬人以上 因此如果你擁有超過12萬人以上 你在國際間就稱為恐怖組織 裁軍的真正原因 因為他要離開啊 他不能擁有超過12萬人以上 這樣會不會看新聞 行政院廢止案打下去 不是一條兩條 是一堆齁 一堆的行政院廢止案 一個正常的國家在運作 說是不是需要規定制度法律 廢止這麼多的案 隨便點一條進去 廢止國防部軍 組織條例 總統馬英九 行政院長這樣一話 原因是什麼 因為要入開啊 他也用不到這一些了 政治的台灣創造的是什麼 一連串的政治假象喔 要會看新聞 要會看新聞 有沒有看過這一個建設藍圖 這是哪裡 平潭島 有漂亮嗎 很漂亮喔 建設台灣喔 沒錢就去那裡 建設他自己以後要撤退的家鄉 拿命蓋 原本啊 平潭島是一個 小漁村 落後的小漁村 兩年到三年之間 要發展成這樣 要投下多少的人力物力跟錢 有多少喔 拿的是誰的錢 台灣人的納稅錢 有空喔 有空喔 所以啊 我爸爸喔 他原本 他是政治狂熱者 我在跟他講台灣民政府 他大部分都可以講出他的一套 算很厲害 因為他每天都在看 這些爭論節目 這些齁政治狂熱者 結果有一天看到這個新聞 我就跟我爸爸講 欸爸爸我問你喔 為什麼台灣人可以去到 中國的平潭島當官 我爸爸回答我說 我不知道 齁我不知道 那代表什麼 勝利 所以我爸爸也辦了身份證 所以我爸爸也辦了身份證 他呢 也不清楚齁 為什麼 不同的兩個地方 為什麼台灣的人可以去到中國當官 這樣會不會看新聞 要會思考齁 你要感覺奇怪啊 你有感覺奇怪的地方 所以這代表什麼 國共和解 中華民國國民黨跟中華人民共產黨兩個國共和解 共同準備中華民國準備撤退的地方 跟台灣沒有關係齁 所以我們迷失了台灣現在是什麼樣的一個觀念 我們要很清楚 因此 越南大暴動 大家都知道齁 中華民國有沒有保護好我們 他當時越南大暴動是不是發了一個貼子 貼著 我是台灣人 我是台灣人 這樣人就不會把你打 講齁 有沒有看過我們的太陽花學運 有沒有看到這學生被衝倒在地上 我們有一期的學員齁 他來上課 他是太陽花學運的學生 我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去參加太陽花學運 愛台灣 你有沒有看過反服貌 ECFA的條文 沒有 那你為什麼要去抗議 愛台灣 那你反服貌 反ECFA 你都沒有看過台灣 那個條文裡面 有沒有台灣兩個字 那你還去反什麼 愛台灣 服貌 ECFA 從頭到尾 沒有台灣喔 沒有台灣兩個字 誰跟誰簽 中華民國國民黨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 兩個人簽的國共和解 自家兄弟的和解案 跟台灣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喔 結果還被衝倒在地上 有可能喔 為了什麼 愛台灣 有沒有愛錯方法 今年喔 2015年是台灣重要的政治年 台灣民政府在今年即將執政喔 我們呢 有機會來為台灣做很多的事情喔 有沒有看到這下水道 這日本喔 乾淨嗎 有沒有下水道有沒有很漂亮 他的這個是 就是那個 我們的那個那個什麼 那個 排水孔 對對對 這樣有水嗎 有水喔 以後我們也蓋這樣好不好 然後我們把這些啊 可以考慮移到人行道上這樣馬路喔 騎摩托車 嘿 倒閉 倒閉到褲子 拔兜了 是不是不錯 是不是不錯 很漂亮喔 要不要為台灣做做看 可以設計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有建設局 是不是有交通局 各位現在坐在這裡 人的一輩子啊 有一個機會 能夠為這個社會有意義有貢獻的事情 做夢也想不到 可是台灣民政府今天給你這個機會 見證歷史轉變的一刻 要不要好好把握 要不要為台灣做一點事情 有沒有信心 加油 謝謝 謝謝大家